今天的不專業開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台 日本的微等15.6吋的可西式螢幕 最近我買了這一台可西式的外界式螢幕 主要原因是有兩個啦 第一個就是我平常在工作的桌子的範圍其實不大 所以大螢幕就沒有在我這次考慮的範圍 主要都是鎖定在13、14、15吋左右的小螢幕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這台螢幕是比較偏向霧面的設計 我自己不是很喜歡螢幕會有那種反觀的感覺 挑選螢幕其實看了很多品牌以及評論介紹 在考量霧面設計的幾個機種以及預算之後 最後基於這兩個原因選擇了這一台可西式的外界式螢幕 做了我最終購買的選擇 當然除了螢幕之外 它的盒子裡面其實也放了滿足的配件 例如像這一個 就是可西式螢幕其實最重要的是螢幕怎麼架起來 它有提供兩種不同架螢幕的工具 一個是這一個保護套兼支架的設計 而另外一個呢是一個是固定在桌子上的上角架 它的線材也提供滿全的 總共有四條不同的線 一個是電源線 然後另外三條呢是影像輸出的線材 兩個TOP4有兩條 然後還有一條呢是對對接HDMI的線 接著來看螢幕的本人包 這個是螢幕的背面 這裡呢有它的型號 然後這邊有HDMI的輸出孔 跟TOP4的輸出孔 還有耳機的輸出孔 而這一邊呢可以看到有開關設定的鍵 以及就是電源的輸出孔 正面的螢幕呢 長這樣 我自己使用的習慣呢 是比較常用它所提供的三角指甲 放在我工作用的小桌子的一個角落 然後當作我在筆電上面工作啊 或是剪片的螢幕的延伸 但是其實說明書上面其實有提到 它還可以對接手機啊 Switch 還有其他的電動設備 大家可以看一下說明書的使用方式 依據自己的需求 試試看喔 另外我的筆電呢 其實是要接兩條線 一個是HDMI的線 主要是螢幕輸出使用的 然後另外一條線呢 就是電源線 要接USB的TOP-C 讓就是外接式螢幕 可以在有電的情況下 可以去進行運輸 最後想要跟大家分享是 可惜式螢幕的設計 一定是以方便好攜帶為主要 所以它一定會犧牲到一些硬體上面的體驗 例如我們就不能跟大螢幕 還有高預算的產品就進行比較 它的螢幕解析度一定是會比較差一點的 在五千塊預算以下的螢幕來說 它帶給我的使用體感 是我還滿滿意的 所以才會決定 簡單的 發一個不專業開箱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對於這一次不專業開箱 所開的螢幕 還有其他的問題或好奇的地方 想要知道的話 你可以透過文字留言在這部影片下方 如果我有看到的話 會盡可能的透過文字回覆給你唷 那我們這次的開箱就到這 我們下次的不專業開箱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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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演技生活 我們下次見 Är你 你 誰 誰 他們 誰 誰 誰 感谢观看